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送给天文台总部 火星离地球的距离远的时候有四亿公里 比这个月球要远一千倍 我们一般的这个小的天线就已经接触不到了 就是灵灵度不够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建更大的天线 才能把这个很远的距离传回来的 到地球已经衰减的很微弱的信号 才能把它接触到 信号的强度是使于距离的平方程反比 所以你越远的话 它衰减的就越厉害 到我们这里的话 信号已经非常微弱了 正好又用那个双区面 把它再进行第二次聚焦 所有的这个70米的这个直径的信号 然后经过两次反射以后 然后再进入这个溃源 收集成变成一个小波数 把它再变成电信号 就可以在线缆里面传了 它是连接这个电磁波和信号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连接部件 经过我们这个主反射面反射以后 然后我们经过副反射面 二次反射 最后是通过一个溃源的一个通道 进行收集 这种空间的电磁波转化为一个电信号 这个天线是可以抚养90度 然后方位可以360度随便转 火星和我们的距离 和我们的那个方位角 是一直在变化的 如果你天线不动的话 你就接触不到信号了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70米天线 我们的数据的传输 马存率会要下降上四倍 我们现在比如说可以传四张图 如果没有这天线 它可能只能传一张图 就是数据会非常少 即使在火线上照了很多像 获得了很多数据 但是我们传不回来 如果这个官线 直接就送到北京总部 总部再去处理这个数据 把它变成图片 台湾出轮号在着陆器平台上 首先进行360度环拍 一共24张照片 五星站的70米天线 可视的时候 又把它传回到我们地面 就是像我们的快力一样 有一个外包装盒 那么在我们的地面站 也要把这个外包装盒打开 然后就能够拿到 我们的图像数据的这个真数据 到我们总部以后 经过数据处理以后 就形成我们的一幅一幅的照片 刘建军介绍 这一幅幅照片生成后 他们还要进行颜色校正 让它符合人的视觉感受 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在这个地方 结果 想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